大家好,这里是美美物语 这部影片要来分享我10月最期待的游戏《暗玉幻想》 购买之前可以先知道的10件事 这款游戏是Atlas的35周年纪念作品 结合了知名IP《真女神转身》和《女神一文录》的丰富游戏经验 属于极大成的JRPG游戏 我收集了《暗玉幻想》发出前的所有游戏资讯 会介绍背景故事与玩法等等 那在带来购买前能完整的了解暗玉幻想哦 如果你是Steam的玩家有福啦 现在只要透过《美美物语》的专属连结 并输入优惠码MEIMEI520 即可以更划算的价格入手暗玉幻想 游戏剧的玩家就赶紧点击影片下方的连结预购吧 首先介绍暗玉幻想的故事背景 最近的发展是这款游戏一大让人期待的地方 我在家扮演一位蓝色头发的少年女人 他是游戏的主角 名字可以自由取名 但同时有个很诡异的地方是 也要帮现实的你自己取名字 游戏一开始主要回答 幻想是一种虚无的创作 不会对现实造成影响吗 因为剧情中处处有着幻想与现实的违和感 这张主角手上总是随身携带着一本幻想小说 书里面描绘的是基于想象的理想国度 一个没有种族和魔法的乌托邦世界 与之相反的便是游戏里的世界 剧情一开始 主角为了解开儿子玩伴王子被射加的死亡诅咒 与可爱的伙伴妖精加丽卡 一起绝入了王国的权威之争 就在选拔这种族的更远 主角才能接近路易 找到解决王子的办法 在这个世界有多达八个不同的种族 然而主角却是属于第九族 爱尔达民族 由于被圣教认为是为反教义 并继承危险模仿的不解种族 会受则压抑和歧视 在如此逆风的状况下 还是踏上了城王的旅途 途中会结识各种各样不同种族的伙伴 有出身贵族且充满正义感的士兵 和前任王子的护卫等等 八大种族各自拥有一目了然的身体特征 随他们的加入 独族中队伍也变得更加强大 这世界还有一种外貌十分不寻常的神秘怪物 他们被称为猿人 日文发音和人类相紧 会毫无理智地随意攻击周遭的事物 因为据说在众多生物中 只有人类无法掌控不完的情绪 这种设定不禁让人细思忌口 对于幻想与现实的碰撞 种族与理想主义的探讨 以及主角最终如何称王 这些都是剧情发展的一大看点哦 这场游戏系统前 不得不先提那超前卫超大胆的美术风格 游戏中到处的画面 和走到不同区域之间的过场 基本上都很有设计感 且都是种鲜明的风格 例如游戏中原人的设计 只是参考中世纪时 一位名为耶罗尼米西·波西的画家 他是被称作世界上 第一个画出幻想怪物的人 原人只是参考了他的画作所设计的 除了之外还有高水平的过场动画 这就像看动漫一样 光序章就少看了五段以上 长度不等的剧情动画 制作的是相当用心 不过界面虽然很华丽 但建模的部分就比较差场人意 角色和场景的粗糙感明显 且主角的动作声音 界面和建模会有点违和感 在爱之典的玩家可能就要多加考虑咯 原型是本作独二的职业系统 对主角但龙的气息下 觉醒了悠悠战士或魔法师的能力 也就类似女神一文露中的人格面具 每个角色都能装备不同的原型 来改变战斗职业 其实原型和人格面具 都是上个世纪的著名心理学家龙格 所提出来的概念 龙格原型代表一种普遍的内在观念 由此展现出人类的集体潜意识 可见原型的设计也是因此而来 简单来说 能把一种原型就当作一种职业 每个原型都有各自的技能 可以把队伍中的角色 任意换上不同的原型 依照自己的喜好配置 组合成不同的队伍 并且原型的等级是和角色等级分开计算 去更换原型时还能继承部分招式 因此战斗的策略性是非常重要的哦 讲完原型后 接下来讲战斗系统 战斗结合了回合制指令和动作战斗玩法 回合制指令战斗是经典游戏玩法 可采取战略性的方式打击敌人弱点 虽然是回合制战斗 但是整体玩起来节奏非常爽快 另外在地图上 利用速攻把敌人打晕之后再进入战斗 形成的很顺畅 进入战斗后便是回合制 如果遇到比较低等的怪物 还可以直接在地图上打两下就轻掉了 不用进入战斗哦 而战斗节奏快也不代表设计单调 在打Boss的时候 需要善用攻击弱点或是防御等手段 合理搭配不同的原型 因此队伍中要有前排剑式当坦克 有后排魔法式当输出 并且进入一个队伍的组合里面 包含所有的属性攻击 才能针对敌人的弱点打 获取更多行动次数 在快节奏的战斗上 依然有满满的策略性哦 除了战斗以外 社群关系也是相当重要 驻驾在旅途中 将陷后各式各样的人们 有些人能够借由与主人公地结羁绊 进而加深关系 成为支持主人公的追随者 加深与追随者之间的羁绊 不只能使心的原型觉醒 实际运用于战斗层面 还能获得各式各样的被动能力 因此也是一大成长要素 除了之外与追随者进行交流 也会借助他的相关支线故事 能够更深入的体验故事内容 要优先与谁加深友谊 完全由玩家自由选择 自行决定旅行要如何度过 不过因为这次的剧情 是比较黑暗与政治 社群间都只有友谊的部分 没有爱情线 所以不用期待会和伙伴们 碰撞出爱情故事哦 王之资质也非常的重要 因为游戏的故事里 主打的目标就是成为王 过程中会接到各种委托 而逐渐取得他人的信赖 王之资质包括勇气 见识 包容力 说服力 想象力 透过游戏中的各种活动 来提升相关数值 只要这些资质提升了 相对的能接到的委托也会增加 并更像成王的路上迈进一步 想锻炼王之资质 或是增进社群关系 时间的安排就相当的重要 游戏中的时间会流逝 会造成时间流逝的行动神像 将会有时间流逝的标记 而一天的行动时段 分为中午和夜间 只有中午可以前往迷宫 并消耗一整天的时间 但如果中午在城镇里度过的话 到了夜间还是可以自由行动 可以进行的活动 例如有锻炼王之资质的地点 想发出委托的人物 以及追随者等等 这些相对应的所在地点 都会以图示显示于城镇地图上 玩家可以自由决定要去哪里 要做什么样的活动 无论是磨练自己的资质 或是与追随者培养情依 都会成为获得新年型的契机 因此游戏中 如何有效地利用自由时间 让主角有所成长 是一大乐趣存在哦 当主线推进到一定程度后 还会解锁铁战区 它是一种交通工具的总称 拥有能以魔法动力自动行驶的机关 因为荒野充满危险的怪物和魔法现象 搭乘铁战区 可以在荒野间安全无依的移动 外形上给我的感觉 很像霍尔的移动城堡 机械感的身体搭配上模仿动物的脚 有满满的即视感 解锁后玩家将可以自由选择要去的目的地 地图上会显示要消耗的天数 根据天数决定在铁战区上度过的时间 铁战区除了是交通工具外 同时也有类似于家园系统的功能 拉承铁战区移动时 能够自由度过在铁战区上的时间 例如可以借由读书来提升自己的资质 或者透过洗衣服提高MP上限 也可以在铁战区和伙伴一起调理食材 煮出位中的道具 除此之外 选择和伙伴共度时间的话 更能够了解他们的想法以及境遇 也能使自己的王之资质获得成长 就像在城镇中的日常活动一样 每当玩家选择某个行动 旅程的时间就会以适当的节奏流逝 因此选择要进行什么活动也是一大重点哦 影片的尾声来分享一下游戏的难度 玩家可以在设定页面自由选择难度 总共分为五个等级 不管是单程想看剧情的玩家 或者想要挑战自己的玩家 都可以自由决定 我自己游玩序章有普通难度 就已经有感受到一定挑战性了 值得一提的是 游戏总监在进行接受媒体采访时 说爱与幻想的难度 绝对会超越女神一文录系列 因为玩家可以操作不同的原型 指导不同的队伍配置 自由挑选一个世界进行探索 挑战各种不同的敌人 游戏元素和自由度是相当和谐的 可见游戏难度不会太简单哦 在地图的探索上 绝对有高强度的战斗可以打 对于喜欢高难度回合制战斗的玩家来说 应该会有很多值得挑战的地方哦 最后是游戏的发售资讯 爱与幻想将于10月11日 与Xbox Windows PS5P's for Steam平台发售 并有三种版本 一般版售价为1890元 而数位周年纪念版售价为2940元 纪念版除了有游戏软体之外 内容还包含数位豪华美术书 数位特别原生带 Atlas品牌35周年数位历史书 Atlas品牌35周年数位永恒精神 服装和战斗BGM套组 另外还有实体周年纪念版 这是PS平台独占的版本 售价为3490元 内容包含游戏本篇和装版 豪华美术书 特别原生带 特制原创压克力力牌 豪华贴纸 Atlas品牌35周年历史书 永恒精选 以及服装和战斗BGM套组 如果你是Steam的玩家有福啦 现在只要透过美眉物鱼的专属连结 并输入优惠码 MEI MEI 520 即可以更划算的价格入手暗域幻想 一般版的折扣价为100元 数位周年纪念版折扣价为150元 有兴趣的玩家 就赶紧点击影片下方的连结预购吧 那以上就是暗域幻想的 买之前时间试咯 如果觉得这部影片有趣的帮助的话 欢迎订阅频道 影片按个赞 就会出更多暗域幻想内容哦 拜拜